政府近期推出香港野繽紛舊市 其中油麻地廟街成為活化對象 油麻地廟街反商商會主席 陳錦榮今天在電台節目表示 廟街美食夜市最快11月推出 希望售賣本地及東南亞食品 油麻地廟街反商商會主席陳錦榮 今天在港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 廟街由左敦道至南京街的一段約8米街道 打算設美食攤檔 除了販賣本地特色食品外 也會邀請少數族裔人士 例如巴基斯坦、土耳其、印度等 售賣不同國家的美食 他指廟街靠近民居 需要顧及夜市噪音、走火及電力等問題 籌備需時 目前他們正在與政府部門商討計劃細節 預料夜市最快11月才能推出 政府早前曾經表示 夜奔分活動首要吸引更多本地人外出消費或進行文化活動 也可吸引旅客來港 旅法局正與廟街商會討論 推動與當販合作設置大型裝飾 提升廟街氣氛 吸引市民和遊客到訪 相信帶旺人留後商會會再自行調節 迎合市民喜好 陳錦榮表示 廟街售賣的物品的確有老化的情況 令廟街欠缺吸引力 商會正在與食環署商討 是否可容許廟街的攤檔出售包裝食物 令遊客可以買一些食物作為手信 另外也正與廟街附近的天候廟及肉汽市場商討 是否可延長營業時間 他說初步反應正面 排水 到時下 氣氛